小伙稀有古怪功夫,行为举止怪异,神情模样疯癫,但却可以请神上身,达到刀枪不入水火不侵的效果 达摩老祖在现世间,掌心雷勇,震撼众人 东海龙王言出法旨,乌云遍布,狂风骤雨,就连齐天大圣也是展现神威 钢筋铁骨,刀枪不入,口寒火炭如同吃枣,身汤火海,毫发无伤 围观者见此神迹,无一不被惊呆 有一小伙名叫肖谦,跟着师父四处游荡,行走江湖多年 师徒两人身负名叫神打的奇异功夫 说起这个神打也是神乎奇迹,甚至可以请神上身 相传清朝年间,以民间武馆入宫表演神打之术 午夜时刻摆下器台,在身上画下符咒,请诸天神佛赋予自身 如同神将,大显神威 数个士兵不是义和之敌,长枪刺在身上毫无作用 就算身中国外的羊枪也是毫发无损 神打之术就此一举成名 肖谦此次也是跟着师父来到陈家庄展示神打 但师父可是一个资深的酒鬼 据开幕不到一个时辰,竟在客栈痛饮美酒 果不其然,师父醉酒不省人事 肖谦也被赶鸭子上架,强行带到现场 肖谦在广场祭台神神叨叨张牙舞爪,忽然倒地不起 两脚后,突然起身,行为怪异,如猴子般上蹿下跳 站在祭台上抓耳挠腮 围观群众纷纷猜测,是齐天大圣下凡复身 已无管师父不乐意了 见肖谦在这装神弄鬼,要领教一下手上功夫 但肖谦左闪右闪,一掌便将师父打趴 师父起身动了怒气 只见肖谦掏出一刀子 用刀砍向自己腹部,胸膛甚至是喉咙 竟是毫发无损 周围人脸色大变,纷纷信以为真 承诺会将肖谦供为上宾 后肖谦忽然倒地,醒来后却恢复如初 在众人围观下,痛痛快快,饱餐一顿 村长甚至还要拿出一些盘缠送给肖谦 但无管师父哪能罢休 如果轻松倾身上身,那自己功夫不就是白练了 后拿出供桌上刀子,仔细观察 发现另有玄机 这把刀只有刀尖是真的 刀身却是木头做的 一伙人气势冲冲地抓住肖谦 更是将木刀秘密公之于众 肖谦眼见不妙,转身撒腿就跑 路上却被伍管师父截住 肖谦只能化作齐天大圣 可师父却不吃这一套了 直到肖谦在唬人,口吐芬芳与肖谦扭打 肖谦不是师父对手,边打边退 一会儿是齐天大圣,一会儿是黑面包公 最后不得已,只得将手中大洋抛出,化作财神 伍管师父脚踩大洋,如同身背千金坠 一步都不能动弹 肖谦健壮,也是慌忙逃窜 来到客栈却发现师父去了警察局 觉得师父一定是被关进去喝茶的肖谦 更是转身撒腿就跑 隔日肖谦来到集市吃面 正好看到一小乞丐在偷馒头 被店家发现,店家就要将肖谦绳之以法 肖谦出现阻拦店家,愿意替肖谦偿还金钱 贪得无厌的店家却要六毛钱 而一毛钱就可买五个馒头 为平息事端,肖谦将六毛给了店家 正要离去又被店家拦住 原来肖谦吃的面还没掏钱 肖谦觉得店家贪得无厌 掏出木头刀,刺入板凳已是锋利 然后对着自己就是一顿乱砍 果然还是毫发无损 周围人被惊得目瞪口呆 店家贪生怕死 又将六毛还给肖谦 小乞丐被肖谦所救 屁颠颠跟着肖谦 肖谦为甩掉乞丐 不慎掉落水中 惨状被周围人看到 纷纷嘲笑肖谦 肖谦气不打一处来 直接说自己是东海龙王 偶然来到浅滩 就要做法降下大雨 刹那间天空乌云遍布 狂风大作 大雨纷飞 这一神迹也在街坊间流传 好景不长 肖谦也仗着奇迹 行侠仗义 惩治镇中恶霸 不料却招来恶霸追杀 恶霸人多势众 掏出刀子四对一 肖谦健壮 转身打了几个把势 口称达摩老祖 近身者必死无疑 打出几世达摩拳 也有模有样 恶霸不吃这套 冲上又砍了肖谦 肖谦的掌心 与恶霸的刀子接触 竟然发生不明爆炸 轻轻一挥掌 地上便犹如雷鸣 吓得恶霸慌慌逃窜 原来是以女乞丐仗义相助 乞丐用弹弓射摔炮 营造出掌心雷假象 这才吓退恶霸 隔日 肖谦又看到阵中恶霸 抓住几人气势汹汹的 要钱还账 原来 几人借权贵刘老爷三块大洋 近年收成不好 无法奉还 刘老爷让几人 将家中地契拿出底债 不然就要动私刑 恶霸拿出烙铁就要行刑 肖谦出现阻止几人 口称自己是关公下凡 眼见不平视 要出手相助 一时间胡的众人不敢动弹 但刘老爷可不怕 冲上与肖谦过招 长枪与大刀相击 肖谦行走江湖 手中功夫也是不弱 刘老爷不敌败下阵来 恶霸随之涌上 而肖谦又变成齐天大圣 用火中烙铁烫向自身 神情舒适宛如洗澡 拿出炉中火炭吃澡似的 一口一个滚烫的木炭 就连脚踩炭堆也是如履平地 周围人看得一惊一乍的 刘老爷听闻肖谦要用五味真火 烧了自己全家 更是吓得胆颤心惊 连忙指挥手下放人 肖谦大摇大摆地走出刘府 经此一出 肖谦名声大噪 众人也是纷纷感谢肖谦的救命恩情 甚至有数人求肖谦交打拳 然而让肖谦没想到的是 有几名学拳的学徒 竟跟刘老爷爪牙打了起来 学员们眼见肖谦来到此处 心中有大梁 用出所学拳法 整齐画一有模有样 竟真的跟武林高手一般无二 痛击几位地痞 打得爪牙慌忙逃窜 刘老爷被肖谦所困 一夜不能寝 恰好有两位兄弟来到镇中 两兄弟行走江湖多年 准备在镇中暂避风头 听闻肖谦一系列壮举 不禁大笑 一人拿出滚烫木炭 直接放入口中 跟肖谦一般无二 毫发无损 原来这木炭是特制的 炭中另有玄机 放入口中没了空气 很快就灭了 刘老爷听闻大怒 一定要肖谦好看 隔日带人来到客栈 将肖谦团团围住 肖谦认出刘老板的两位兄弟 是近来通缉的江阳大盗 大盗行走江湖 更是见多识广 手伤功夫也不弱 肖谦就算化作齐天大圣 也不好用 被大盗几招打趴 东海龙王也被一个过肩摔摔翻 肖谦只得用出金蝉脱鞘 逃往阵外 两强道追上肖谦 以多欺少将肖谦一顿收拾 这时肖谦师父出现 到处练功口诀 肖谦听着口诀 转化为蛇神 手中打出蛇行拳 灵巧无比 诡异异常 近身缠斗如影随形 后一人用出鹰爪弓 鹰爪不愧为蛇的克星 动作灵力招招致命 将肖谦打得一退再退 师父口呼暴神 肖谦打出暴行 招式迅捷角度刁钻 转身几拳便将大盗打退 后变换鹤行拳 以手带攻 近身与两大盗缠斗 不料正好被大盗抓住 后转化为龙行拳 招式威猛 灵活多变 以一叠二不落下风 原来师父平常传说的武功 都是些真功夫 肖谦如同神柱 将两大盗打得哭爹喊娘 这时警察来到此处 两大盗见状就要逃跑 时代还是变了 警察直接掏出手枪 威胁两大盗定身 原来之前师父去警察局 是为协助抓捕江阳大盗 几名警察拿着洋枪 压着两位大盗离开 肖谦眼见众人离去 师父也没了踪迹 只好独身离开此处 神打是由刘家良指导 汪雨 林真奇等人主演的 剧情喜剧动作电影 协趣功夫片的开山鼻祖 刘家良首次作为大盗所制作 虽拍的不如后来的很多电影 但第一次做到这样 已经是算上绚丽绽放了 汪雨 古灵精怪 年少气盛的脸 一点也让人想不到 这是1975年的样子 那么你怎么评价这部电影 欢迎打在评论区 和大家一起讨论 好了 今天电影介绍就到这里了 想了解更多 记得关注加一哟 孟德斯就天天见 明天我们不见不散